都说台股好还会更好 不能空口说白话 我们今天多找一些些题材来印证 到底会有多好 今天所有上市归公司公布了六月营收了 包括了早上已经公布的双A 华硕跟宏基 AIPC开始拉货了 即将进入旺季了 所以六月营收有30%的成长幅度 不仅如此 今天下午陆续公布的航空也有好消息 长荣航在六月的营收 月增7% 年增10% 新宇航空要拼今年在一个季度 要转营去年一整年 果月六月营收 月增18% 年增了44% 今天股价都已经在尾盘先反应了 长荣航拉了尾盘 华航拉了尾盘 观光好 当然带光了今天旅行社的部分 凤凰拉了尾盘 收最高 还有今天的五福同样拉尾盘 观光族群在今天整体看起来 已经一片的红通通 所以我们要来看六月营收是过去式 谁六月营收好 第二季好 而且第三季还会更好 曙华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哇 这个议题太大也太重要了 来帮我们营收大阅兵 谁第三季好戏等着上场 对 整个一个祝华 说实在我们看历史资料就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台积电历史 创历史新高第二季的营收 这已经公布嘛 可是祝华的题目是 你六月份的营收好 你还要第三季好的 那就要去想 这档个股第三季是不是忘记 这就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看几档个股上面 哪一讲话在最近里面非常重要 第一个 现在谁最夯 特斯拉最夯 对不对 可是特斯拉的夯不是来自于 他的电动车的出货量 他是来自于什么 Robotex还有他的人型机器人 对 那就是他要 还有另外一部分就全自家 他主要是在全自家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一种镜片叫做超透镜 这叫Meta Lens的部分 大家可能就不知道 Meta Lens它是一种所谓的 可以用3D 3D的影像里面让你看到 也就是说你的Face ID 你变成很立体的 也就是说未来的苹果 也就会用Meta Lens 也就是说这是在今年里面 iPhone最新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讲说 亚光它这一家公司里面 它本来就是特斯拉的镜头概念个股 可是特斯拉的镜头概念个股 只有它6月份的营收创死高 历史新高 对 创的历史一个新高 第二季比第一季成长30% 那是不是在特斯拉概念个股算很强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它的车载镜头 车载镜头它每个月本来是50万颗 从今年开始变成100万颗 这是不是double 方便 那另外部分来讲话 它不是做车载镜头而已 它也切入到手机镜头 像这一次里面 为什么大力光涨上来 玉金光叠下去 就是说它的潜望式镜头 有良率上面的问题 所以大力光就取得这个专利 其实亚光它也会做 只是亚光它不是还没有切入到苹果 它是做别的品牌的 那现在重点就是在这个叫MetaLens的部分 那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台积电其他有家公司根本没赚什么钱 去年赚1块多 今年第一季只有赚5毛多 亚光第一季赚4毛钱 你知道那一家公司叫彩玉 就789的彩玉 现在股价多少涨吗 400块 那亚光现在80.8 这个就是叫做做超透镜 它就是用LINE压印的部分 它可以完成Face ID 脸部辨识 那我刚刚讲了它是3D的 它可以用CMOS里面来讲去做感测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用到超透镜 所以超透镜没有赚钱的彩玉 它也可以涨到400块钱 就是因为未来它就是个全新的一个部分 切入到脸部辨识还有什么 大家现在都说筹材式装置很重很重 是不是就要让它减轻 这个叫光学 这种光学的镜头上面来讲 它主要就是超薄 以前都说它晶片一直叠一叠一叠 你只要一片就好了 所以它可以做到AR 这个部分 那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变成说 大家会做到超透镜的骨架 浴金光大力光彩玉 尤其彩玉 都已经先涨上去了 涨到400 你八十块 有没有效 你就很便宜 再加上它会做潜望式的镜头 也就是车用也好 或是未来的特斯拉 全自驾要用这个镜头 特斯拉的机器人也要用这种镜头 这样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最近的镜头股不怎么样 它很强 来看一下亚光今天收八十点八块钱 它也是 你也看 我们来看看看一下 现在都要这种的 时间够不够久 从2022年1月跌下来之后 已经休息了两年多了 然后你要看我们说任何带量式的突破 任何带量式的才叫真突破 它是不是有带量 来我们时间再近一点 有没有 它是不是带量式的突破 带量式的突破 有没有拉回回撤 有 那都没有跌破大量区间 那这就是 这就是它很厉害的原因 说方老师我们时间再近一点 亚光的股性是什么样子当股票 那这一次出量之后 要采取什么样的操作节奏 以前大家都说 这种大牛股不会涨 这种大牛股不会涨 那我们来看6789的彩域 有没有涨 3374的精彩 我刚才讲说 它可以去结合SIMOS 做到3D感测的一个部分 3374的精彩这一波 那请问它过去会不会涨 它过去都不会涨 对耶 都不会涨 财域 6789的财域过去 也不会涨啊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因为这是2024年 它全新的一个叫超透镜 那这个在未来里面 等到苹果这一次新机出来 你就懂了啦 因为它的Face ID就要改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无论在潜望式镜头 无论在超透镜 那这些都是在未来 手机产业上面来讲 会用到的 那有没有人要去用到 那个哑光的 有韩系手机 就要用那个哑光的 那未来的特斯拉的 全自驾的镜头 跟机器人镜头 有没有可能用到哑光的 那有可能在2025年 这个是大家自己可以留意的 上个礼拜 跳空开高之后 就再也没有再回测 5日均线了 这个怎么找进场 那很简单 我们刚刚讲 其实昨天有回测 昨天有回测 没赌到 没赌到 那没关系 那你知道它沿着5日均线 那很简单 只要这个不跌破 拉回靠近这个点位 你都可以稍微留意 就比如说昨天那个地点 对 都可以留意 它就是刚好回测 这个大量区间的缺口 它回测 而且这种个股 反正就是在这里就是底部 你也不用很担心 那我跟他讲 超透镜 现在最便宜就是它了 这是哑光 接下来怎么看中芯店 中芯店其实 外资一喊就涨定了 对 那应该是说 外资其实喊很久 它其实是配合到 6月份的营收 那它刚好有工程的入账 那因为 我们就跟大家讲 过去里面中芯店 没起就是没起 华城一直涨 可是当你华城一直涨 涨到900多 1000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啊 你华城今年赚16 17 中芯店赚8块 一半 但是它呢 股价当时候就100多块 那你要买谁 所以现在的中芯店 因为它之前的诉讼案件 已经过去了 所以法人可以买它 所以法人买盘 最近都集中它的原因 就在这里 但是因为今天涨停板 我们就稍微跳过去的原因 就是我们也不希望 观众朋友追高了 因为它今天的五日均线 乖离比较大了一点点 那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所有的一五类去比 还是它的EPS来讲的话 是比较属于呢 有EPS本益比比较低的 一档个股 今年估大概8块左右 明年估大概9块左右 对 所以现在的本益比 还不到30倍 对 那华城今年是16块 明年是26块 你就懂我意思 来中芯店 今天涨停了 不要追 但是如果它有机会 拉回来最好的进场 是今天怎么摆安全 就沿着五日均线去做操作 这样子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 大家说 今天就很奇怪 今天的鸿海没什么涨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觉到 鸿准在今天里面 它是有涨 对 因为你去比较 第二季的营收 跟第一季的营收 其实鸿准的成长性 比鸿海还多 我帮大家算出来 它虽然在6月份 它越增41% 请问鸿海是多少 鸿海是越减 大家还记得吗 可是它是年增 它是年减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鸿准它已经从 整个苹果的供应链 它跳脱出来 如果第二季营收 叫第一季里面 成长五成的公司 其实电子个股不多 它就是其中这一道 那它第三季 我就问大家 瓶盖各个里面 有没有红准 有 对嘛 就是有红准嘛 那再加上GV200的 水冷式的一个散热 也有它 有它嘛 所以这个部分 那就不用讲了 机器人也有它 对 机器人也有它 所以你就不用讲说 第三季本来就是旺季啦 那如果说 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以机器人里面 它的算是本益比很低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可以去做留意 那我们来看它的图形 那我在这边 为什么说要看它的一个图形的原因是 它没有亮 对 对不对 那我刚才就讲说 因为它的第三季是旺季 很简单 它如果未来带量突破的 这一个颈线的位置 这个颈线有亮 就跟着去做 那为什么 我来看中心电 我把它教大家一下技术面 中心电 是不是带量突破 三角形的收链 对 跟着去做 赚到了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就是在技术面上面去做留意 因为如果说今天的红准 红海跌它也跌 那就没什么好看 是 可是很奇怪 你来看 它是这样盘上来 对不对 那这是一只脚 这是两只脚 亮缩嘛 所以有亮它要去做突破 那就是表示它要去突破七八点四 好 这是红准 同一事件我也问一下红海 我学冯老师 红海在完成填席 很迅速 五天完成填席之后 这是不是阶段性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外资连续两天卖 昨天卖超第三名 今天卖超第一名 卖了两万多张 红海不动了 接下来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红海呢 在今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是十二块 十二块 十二块 那如果你算二十倍的本益比 刚好差不多两百四 对 所以是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反映到2025年 2025年那有人就可以 估到14 15 那它就可以往上 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呢 来讲现在比较喜欢 买低一点点的 因为它涨上来了 大家就说广达没有涨到嘛 就买广达 原因就是这两个在比 那如果广达涨上去 那红海它就又有比价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个股 其实全职个股都是看什么 我讲白了 像红海两百块钱以上 很多人都问我说 两百块钱以上找到哪里 我说如果郭董要给你们公道 要两百五啊 对对对 要把之前的那个补回来 对减资的部分补回来 那会不会到两百五不知道 但是至少人家已经到两百了嘛 又到两百四 有一点点那个价值 那现在就是看什么 如果新台币能够升值 外资把空单回补掉 那这种股票当然OK啊 可是你没有发觉到 外资的空单好多 是 台币又扁 而且你看台积电在涨 请问是我们外资买的吗 不是 那这个部分里面可能都要注意 如果外资的空单一直增加 台币一直去做贬值的动作 那可能就要去注意我说的 那就是美国的经济 有一点点问题 接下来滑通 那滑通在最近里面来讲 为什么会列入他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主要的原因 他六月份公布营收 是月减年增 但是他当天是涨的 所以利空不跌 对利空不跌 然后再过来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换算一下 他的第二季比第一季增加8.5% 那第二季里面来讲增加8.5% 那是非常的正常 因为他是淡季 淡季不淡 那大家知道苹果的HDI版 谁最大 他最大 那整个一个低轨卫星里面 天空版 全世界谁最大 他最大 所以他每一次第三季都会涨 不相信大家自己去看历史 除非是空头 多头市场的滑通 第三季一定涨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三季的获利是最大的时候 所以他受惠到苹果的高密度 的PCB版 跟所谓低轨卫星的天空版 那我就问大家今年5块钱会觉得80块还好 如果明年7块 就会真的很便宜对不对 因为以低轨卫星上面来讲的话 他就是这样的话 以本益比来看就比较低 而且呢 这个我们在选的个股都是 因为他有今天帮大家选 都是在底型左右 真的来看一下 滑通今天收86块钱 是不是 因为漫步在右上角的外太空 我告诉你 跟昨天一样好可怕 所以我觉得宁愿去选这种 这种是不是打底 刚刚突破的一些个股 而且这都是有量去做突破的个股 那你自己可以留意 因为就过去的历史资料 他的第三季都是会涨 而且他的营收会一路到年底 那明年是7块钱 那大家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好这是滑通 最后一档怎么看金居 金居是我 其实金居是我今天加进来的 为什么加进来 因为今天早上才公布营收 他的营收里面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因为看前面百分百 总是要看到一些新的订单 对不对 就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金居过去 为什么不太会涨 因为他是接 Intel跟AMD的铜箔订单 铜箔就是给CCL的上游 大家知道吗 铜箔就是CCL 铜箔基板的上游 叫铜箔 所以他股价不太涨的原因是如此 那今天里面就跟大家讲说 第一个 他六月份的营收 这是创始高 历史高 第二季叫第一季成长两层 请问在不管是跟CCL比 或是跟其他的电子股比 好不好 好 这是优于预期 那他的特殊铜箔叫RG313 我现在就跟他讲 美国伺服器大厂的认证 GB200正式认证成功 可以出货了 对 也就是说他的未来里面来讲话 今年的货率本来预估三块 可以到四块以上 所以他已经正式通过 GB200的副版上面的一个认证 所以他的第二季的营收 跟获利会大于第一季 过去不会涨会很牛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AMD跟Intel 他的一个铜箔的供应商 他现在里面终于三个 不管你以后谁厉害 我通通都会 都是由我供应铜箔 那为什么要讲RG313 这个叫特殊铜箔 特殊铜箔的毛利比铜箔高 所以今明两年 今年里面是四块 正负两毛 明年是五块五 一般都用明年的获利 乘以二十倍 所以他就会很便宜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帮大家选的 就是有都帮大家考虑过位阶 不管你看长 不管你看短 我们来看长一点也可以 你要看长 没有涨到 看短 是不是打大底 他昨天除息 今天马上就填息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好像股性有点不一样的原因 因为大家以前都会说 怎么股性这么留意 台光电 联帽 什么台药都喷翻了 因为他们是GV GV200或灰打工业 他现在才刚刚是 才刚刚认证通过 所以你可以留意 那今天是有量 那如果未来里面再出量 那你当然就可以留意 那除了这一些 我们也帮大家去做一些的追踪 在这下面 隐藏版的 也不是啦 就是说 因为这些其实都有涨到 我有帮观众朋友筛选的原因 就是他们已经有涨的 我就放在下面来 那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双红 光盛 陈明电 四阳 台光电 巨阳 然后富士达跟齐鸿 都是在六月份营收好 那未来里面的第三季 应该还是会有持续成长的机会 我就放在这里面 好 所以这些第三季 还有成长的机会 我们再呼应一下 今天我们录影的同一时间 最新公布的航运跟观光 原来早就已经有人偷看到答案了 所以今天纷纷拉尾盘 这些第三季会好吗 对 当然现在是什么 现在好热好热就是放暑假 观光也好 航空个股也好 其实呢 基本上而言 就是现在是最旺的时候 但我就是担心说 会不会最旺的时候 反而是消息出来 资金开始出货的时候 对 因为第三季最旺 所以你要买应该是五月买 那时候价格比较好 那这个部分里面 我记得我在那个 之前有讲星宇航空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讲说 你要买其实买华航 因为AI在货望到它 好 那我跟大家 从图形上面来给大家看 你来看 华航 这是月均线 请问有破吗 没有 没有破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蔚兰里面的一个AI 会带给货运个股里面 我认同张国伟先生说的 十年大荣景 你看月线都没破 那今天拉上来 那我们来看长隆航 破了 而且还没有填 那最主要的原因 它就是以客运为主 这就是怕什么 怕利多 怕利多会出净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来看 任何一个 星宇航空 或是任何一个观光股 都可以 星宇航空 你来看星宇航空 也守在月均线 因为它说什么 我要跨路 我要跨路货运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它主要还是 这根红K在这里 如果能够守住会比较好 那观光呢 随便 凤凰来看一下凤凰 今天超强 而且拉了尾盘 第一个 我们先跟大家讲 第一个 他们是讲 我们跟对岸 观光 终于要有好的结果 可是不知道 可是他们就先涨再说 为什么 因为这些的个股 其实已经打底很久了 那我觉得因为凤凰最跟大陆有关系 他大部分都是跟 所以他今天拉上来 这个缺口是除息的缺口 对 那我们来看除息之前 他这一档个股 其实就是在打大底 所以这种个股 如果再往上冲 冲到这里来 对 除非你非常的确定 两岸要开放 否则 否则就不太适合去做追高 因为毕竟你来看 今天我们说 任何关键性的K棒 不管我们刚刚介绍几档 是不是都有关键性的出量动作 他有没有 他没有 所以这个应该是就跌深 是 所以这种个股上面 如果还是不出量 那到这里来 就不要去做追高 熊师也看一下 也是相对量比较大的 今天出现了一个出量的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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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对 他就比较有出量 所以如果我们从现行图上面来看 那个整个一个凤凰上面都是一堆帽子 盖在那边 他有吗 他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拼 大概拼这一档 可是这一档到了这个价格 最大量 所以你就要记住 他会碰到解套性的卖压 所以到了这一根的低点的时候 跟高点你就要注意 稍微去做卖一下的动作 会比较安全 好 了解 谢谢淑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谈谈最近网络上大家讨论度好高的高配息ETF 能够缴出年息20%这么的狂 最近资金都涌入了 但是请慢一点 它适合理吗 等一下专家精打细算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